蔡總統在國慶日講這四個堅持 然後昨天早上新聞接受CNN的專訪 又談說要有美軍在台灣 然後呢這個要跟習近平坐下來談 你覺得這樣的一連串從國慶日到今天 這樣一連串是不是民進黨政府蔡英文政府 又在販賣所謂的亡國感 你的看法 我是看著心情膽戰 心情膽戰 看哪一個字心情膽戰 沒有啦 其實國防還是要準備啦 但是 對外是要儘量要求和平 對內要有足夠的準備 那你現在內部準備好了嗎 我都不曉得 你覺得有準備好嗎 我們台灣內部 根據這個國外媒體的報導 我們自己的 軍方的士氣啊 相關後備的動員啊 都呈現一個需要這個增補的狀態 你覺得我們目前的情況 去足以應付 萬一的發生的戰事嗎 這個不可以告訴你 美國國務院跟我講的話 好 OK 那回到台北市的疫情 我們很多的服務業 受到疫情的影響 都沒有辦法開工 特別是我們受到很多的陳情 第一個陳情是來自八大行業的從業者 但是我覺得社會上也不要把他們汙名化 因為很多人來這邊工作也是不得已 因為收入需要 需要這樣的收入 我們現在他們反映說 這些的地方 依然是關閉的 市長 你覺得以目前疫情的狀況 我們台北市有沒有可能評估 做開放呢 在八大的部分 這一條齁 我去拜訪陳時中的時候 也跟他討論過 我說我主張是這樣 我們有台北通你知道齁 可以對接那個 中央的健保局的資料 打過兩劑疫苗的他就是綠色 打過疫苗黃色 然後沒有打紅色 我們只要要求說 八大行業裡面的工作人員 一定要有 要嘛你就有打過兩劑疫苗 不然你就要每三天做一次PCR 要有那個資格 這樣的話 他確保他是安全的 就可以開始營業 那陳時中有接受你這個提議嗎 他說 他說這個觀念很好 但是他要想一想 那他想多久 因為很多人 因為實際的情況齁 可能陳時中這些 部長們齁 高官們齁 反正他封各種各式各樣的行業 對他自己本身的月薪收入沒有影響 可是被封的行業從業者 他的生計就是要影響 市長也說啦 他說沒有 你也沒辦法相信任何人 五個月不上工不工作 沒收入生活還過得下去 所以這些從業的朋友 其實生計面臨很大的困難 而且去坊間問一問 其實這化整為零啊 就很多這些從業人員 就到私人的飯局到招待所 去從這邊一樣是進行啊 那也沒有任何的管制措施 也不可能量體溫 也不可能做PCR檢測 這樣對整體的防疫有幫助嗎 我認為沒有啊 我認為沒有啊 根據很多業者講 這過去這五個月期間 六個月期間啊 台北市多了上百家的招待所 市長 我們警察局還有相關單位 知道這些事情嗎 然後這些上百家招待所 相關的公安啦 相關的這個檢測啦 事實上都不到位啊 所以與其在化整為零 在暗處工作 你不如有一套很好的制度 讓他們重新回到工作的崗位 然後這樣再賺錢 也有一個基本的保障跟要求 我覺得市長這個部分 我覺得要跟陳時中 要強力的要求啊 不能把這些朋友 讓他們再繼續在邊緣裡面 這個生活